《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令你想起什麼呢? 明星手印還是尼小陸雕像呢? 2004年4月27日 尖沙咀《星光大道》開幕 讓大家細看香港百年電影史進城 和不同年代演藝人士的點滴 《星光大道》的位置 原本是九光鐵路尖沙咀站其中一段路軌 1980年代改建為《海濱長廊》 2003年測試之後 蓋了陣輕旅遊業吸引遊客 被女法局點名發展為《星光大道》 放後美國的《荷里活》《星光大道》而建造 將歷年來香港結出電影工作者的名字和手印 相陷在特製紀念排片裡面 拖排在《星光大道》上 紀念他們對演藝界的貢獻 《星光大道》成功吸引遊客來港 低頭在地上沉迷聲鐘 找到的話 就蹲在這裡又或者是坐在旁邊拍照 或者和偶像的手比大小 《星光大道》的李小龍銅像也都大受歡迎 功夫迷最喜歡和雕像鬥擺搓搓姿 還有就是香港女兒梅艷芳的銅像 以及張國雲的紀念扁附近 經常人頭湧湧 2019年1月31日 《星光大道》擴建後重開 最大轉變是明星手印由地上 改到扶手欄杆上面 感覺親民又貼心 人們更可以透過擴增實景技術 和零星同將互動影相 又脆又好玩